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轮伦敦办公室的小丁 今天我们来聊聊AI及人工智能那点事 4月19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 在上海车展特斯拉展馆处一位维权者身穿着 应有刹车丝林的T恤站在车顶高呼 特斯拉刹车丝林引起现场围观 当日维权车主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 之后该事件持续发酵 截至今日 特斯拉提供了车辆原始数据 就刹车丝林问题进行司法鉴定 特斯拉在马老板的带领下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欢 其所大的自动驾驶系统也使大众感到新奇 特斯拉驾驶系统的实现主要包含信息收集 特征提取 训练学习 评估 反馈 改进5大步骤 通过数据加算法加反馈不断垂直整合 完善自动驾驶能力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一种 而这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 生物科学 银行金融 在线教育 电子商务等行业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要注意 实际上人工智能自1956年被提出至今 学见尚没有公认的定义 理论界普遍认为 人工智能作为研究 开发 用于延伸 模拟和拓展人类智能的理论 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科技科学 本质上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 是试图制造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智能机器 让机器完成曾经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 这里面就包括一些 比如说机器学习 语言处理 逻辑推理 意识规划 语音识别 社交行为等等 那么严格意义上呢 人工智能其实可以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 弱人工智能呢是指人类设计并创造的人类智能的某些方面 这个呢是不能完全脱离人类的控制运行的 比如Siri就是依赖在手机软件中复杂的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则是具有与人类相当或者超过人类智能的智力水平 因而能够像人类一样解决问题 运行已经完全不需要人类的控制的运行系统 那目前来讲 强人工智能仍然是尚未实现的一个幻想 那不禁就要说了 弱人工智能时代 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做好AI的合规审查工作 使得企业AI项目顺利发展呢 目前针对人工智能的监管 其实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 法律与政策的框架 实际上是远远落后于AI应用落地的速度的 相关的法律法规比较的缺失 合规的要求相对也比较模糊 监管的不确定性是AI企业面临的重要风险 因此从现有法律来看 企业至少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合规问题 第一是道德和伦理方面 其中决策偏见和诚信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两个点 决策偏见可能是人工智能应用中最突出的道德风险 比如亚马逊公司在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求职简历审核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由于这种科技行业的简历大多数都是男性投递的 所以呢就导致这个机器学习引擎在接受训练之后 会优先选取男性求职者给女性简历以更低的评级 这里呢就是一种决策偏见的出现 另外还有美国部分州的司法部门使用了一套人脸识别系统 来预测罪犯再次犯罪的概率 来决定说是不是让他批准保释或者假释 然而从预测的结果来看呢 被错误标记为高风险再犯罪的黑人人数几乎是白人的两倍 而那些真正实施再犯罪的人群中 被错误标记为低风险的白人人数却是黑人人数的两倍 这些案例呢都可以看到 人工智能算法在决策时可能出现 现行法律禁止的偏见和歧视问题 其次呢就是我们讲的诚信问题 比如国内的乔比罗事件 我们的这个网红乔比罗呢 他一开始一直使用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换脸算法来修饰脸部 那么大家呢就觉得他非常的漂亮 声音也很甜美 但是呢在一次直播当中 他用来修饰脸部的这个滤镜和图片偶然被关闭 那直播画面中呢就出现了罗莉变大妈的一幕 那在一些网友尤其是打赏主播的网友失望的同时呢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应用人工智能带来的诚信 甚至是欺诈问题的热议 因此呢基于上述事实 在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 相关企业或个人是否需要做出明确的免责声明 可能代表一种建设性方案 第二是数据收集 隐私保护方面 2017年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 所开发的应用Streams 因收集患者医疗病例 被英国信息委员会裁定 违背了英国数据保护法 2019年5月 出于对侵犯个人隐私的担忧 美国旧金山也通过了一项法令 禁止该城市的政府机构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基于以上事实 在人工智能开发过程的培训 学习以及后期应用中 如何平衡个人信息的采集 匿名化以及最终应用 应一直贯穿于AI的整个生命链 第三是人生与财产方面的安全 人工智能应用的功能虽然强大 但前提是确保安全 尤其是当人工智能应用 与人生安全之间相关的领域 如前面我们说到的自动驾驶 还有医疗工业控制等等 安全应当被置于首要地位 2018年末和2019年初 波音公司两架737 MAX客机 连续坠毁 实施原因很可能就是 由于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 在错误的信号下 判断飞机有失速风险 选择降低机头 使飞机俯冲 在这个过程当中 驾驶员曾尝试拉起飞机 但自动驾驶系统没有将操控权 交还驾驶员仍旧控制飞机 使其继续俯冲 最终酿成惨剧 这两起重大的空难 迫使我们去思考 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 至少应该事先考虑好风险的分担 比如通过协议与保险的安排 合理预计并分担风险 第四是决策与管控方面 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 通常较为复杂 对使用者来说 该决策过程就像黑河 很难知晓其决策的逻辑和依据 这也使得人们对人工智能 做出的决策是否可信产生担忧 管控能力不足 是很多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 都会遇到的问题 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 具备动态和自适应的特征 针对传统静态流程的管控方法 可能并不适用 有银行曾经利用人工智能 进行小额贷款审批 结果发现 它的智能算法将部分小额贷款 给了一些不具备 偿付能力的用户手中 给银行带来了财产和生育的损失 决策与管控的本质 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与选择 或许有一天 人类的最终决策与管控权 由人类交给AI 或被AI成功获取后 AI的最终决策与管控 便自动获得了其合法性 历史上 机器取代了绝大部分人力 社会人由 具有大脑与智力的人类所控制 当有一天 机器再取代了人类的智能之时 人类也就无需控制世界 关键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期 人机结合的过渡期 人类应如何通过合规的限制 做出明智的选择 则是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 最后小丁想说 实际上AI成功发展到最后 也许将颠覆法律行业 AI加法务将是未来趋势 届时这些复杂的合规问题 AI也许一秒钟就给你审查完了 但在强AI时代来临之前 希望大家了解合规审查的难度和重要性 而小丁这个辛苦写文章 做视频的劳动力 就仅仅希望这个解说 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关注中轮伦敦办公室 感谢观看